他是唯一敢批评和减主席工资的人,主席说,我此时你不要在我面前,1932年7月一个名叫吴旭君,那女婴在福建德化出生,那令人没想到的是,在这女婴的一生中竟有21年的时间会和中国最高领导,国家主席毛泽东发生联系1949年17岁的吴旭君,从上海国防医学院护理科毕业。 后来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内科任护士长,因为吴旭君工作表现特别优异,所以被上海市政府推荐去照顾毛主席了。 为主席的保健护士长时间是1953年,吴旭君,虽是个女子却是性格大大咧咧,说话很值一天主席同吴旭君,开玩笑问道小吴同志你的工资每月是多少啊? 吴旭君回到自己一个月是90元,于是主席又问吴旭君丈夫的工资,吴旭君也如实回到一个月,120元主席听到后笑道说,你们夫妻俩家一起就有210元了不少吗? 那小吴同志给你减减工资好不好?吴旭君知道主席的工资是每月480元,于是这样回答主席主席您工资比我高多了,要减可以一块都得减。 主席一听吴旭君这样回呛自己就笑道,你这个小同志好厉害嘛,竟然敢减我的工资那就一起减。 当然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两人间的玩笑话,其实主席和吴旭君私下这样的玩笑话不计其数。 但是吴旭君也有真生气的时候敢直接批评主席一次,主席在观看演出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女演员,因为这位演员长相顾似自己的女儿,于是主席被感亲切,将自己的一幅书法作品送给了他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系地址。 随后这位演员就按照主席给的地址寄取了一封感谢信不料汪东兴知道后惊吓不已,因为主席的住址是国家机密,不得泄露汪东兴,主席的安保工作由他负责,就以为是吴旭君泄露,但将他狠狠地批评一顿无端受气的吴旭君气愤不已。 拿着女演员寄来的感谢信,就找到主席将他批评一顿,并告诉他,不能随意将住址告诉别人。 一开始主席还不觉得自己错了,后来当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就很自责地说,你批评得对不知,这不怪我自己,以后注意就是了。 后来主席就会在其他人面前开玩笑地说,小吴同志非常厉害,他是唯一敢批评和减我工资的人。 大家听到后都笑,那倒是弄得吴旭君有点不好意思。 主席和吴旭君关系一直很融洽,也常常会和吴旭君讲其他的往事一般情形是这样的。 主席靠在床上对吴旭君说,不停地吸烟吴旭君则作,在主席的床脚下听着一次,主席含着泪说起了他母亲,尽管我母亲不懂搞群众关系可他为人很好。 受人尊敬他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他送病抬着长长的队,话没说完主席就把话锋转向了吴旭君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吴旭君听后很伤感地说,主席别开玩笑了,我是,您的护士长假如真有那么一天,那个时候我怎么可能不在您身边呢? 我要做好防病工作,您得了小病,我会及时给你治疗护理,不让您的大病,随后主席又坚定地说不,我死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在我跟前。 因为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 母亲是个通行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 主席停顿,了一下又说道,我不想让你看到我最后痛苦的样子我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印象。 吴旭君听后大哭起来,主席也分外难过,不断地安慰。 他1974年主席病重之后,吴旭君就遵循主席的意愿,辞取了护士长的职务。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多多点赞,多多收藏转发和评论。 谢谢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欢迎品读。